叫人引領期盼的雲門2春豆 明天起將在全台巡迴演出 今年布拉瑞陽等三位編舞家接力上陣 激黨舞者們跳出新的身體語言 但是由於新舞台4月底將吹席燈號 很可能將會是雲門2在這裡的最後演出 舞蹈家們都盼望情況還能夠有轉圜 春豆的第一個製作其實就在這個地方新舞台 也不知道新舞台會去做 會不會還在 參與雲門2十五週年春豆的編舞家布拉瑞陽 一上台就表達對新舞台的不捨 因中性金控前往南港 新舞台4月底將吹席燈號 也可能成為雲門2在此的最後生意 擔憂多年新一區培養的藝術果實萎縮 舞蹈家都盼能有所轉圜 我是希望他可以繼續留下來 然後讓更多的人可以進來 我們也很希望說台灣在物質的爬升之下 精神生活也可以有相對的對應 布拉瑞陽指導的雅幹 也將會是他在雲門2的告別演出 舞者隨著原民歌手三不一的歌聲 在泥土上跳躍翻舞 契合布拉近年來關注的原民文化 舞者們活潑躍動散發集體的歡愉感 布拉坦承這將是他開啟新人生的再度動物 重新追尋我作為一個原住民 一個辯護者 跟我們的土地 跟這塊土地的關係是什麼 當然有生意的時候一定會有身體 那生意的律動一定跟土地有關係 那就是我為了想要尋找的方向 灰暗燈光中舞者臉龐落影落線 黃毅試圖在浮動的房間內 呈現多種絕望 恐懼 誘惑等黑暗情緒 舞者們時而激烈擁抱 時而相互毆打的同時 傳出刺耳的音效 這也是黃毅從電影中得到的編舞靈感 有金屬的椅子 有剪刀 那些配樂的聲音其實都是日用品 所以跟我們人生活的那些關係 有很多的影射 三位編舞家風格迥毅 舞者們不停激盪出新的表演火花 他們一口同聲坦承 春鬥比起各自編舞而言 總會激發更強能量 這次他們要給觀眾 160分鐘的超過癮關舞時刻 六點TV 蔡總盧 流傳話 台北報導